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2026届的五星高中生中 有不少球星二代 除了ESPN排名全美第五的零号特工之子 Elegi Arenas 前湖人球星阿里扎之子 排名全美第13的后卫Tagia Reza 还有活赛队教练蒙蒂威廉姆斯之子 Elegi Williams 他现在能排在2026届全美第四 Elegi Williams2007年8月出生 现年16岁 已经有6尺6寸198公分身高 他高一赛季就成为了校队头牌 场均可以砍下19.8分、9.8篮板的数据 其中投篮命中率达61% 三分球命中率有46% Elegi Williams身体素质优秀 球场很高 得分效率在同龄球员中非常突出 而更让人印象深刻的 则是他的对抗和防守能力 高一赛季就展现出了如此出众的综合素质 让一众球他们看好其潜力 现在已经有五所D1大学正式为Elegi Williams提供offer 他们是亚利桑那大学 亚利桑那州立 密苏比大学 密歇根大学和圣母大学 大恩球新二代虽然比一般家庭出身的球员起点高 成才率也相对较高 但也有一部分新二代没打出来 例如同属2026届的Zick Bhadier 就没能进入全美排名 他是前NBA球员肖恩·巴蒂尔之子 上赛季场均可以得到9.3分 4.7篮板一抢断的数据 现阶段的表现还没能引起大学球他们的关注 除了巴蒂尔之子之外 哪怕是NBA免印堂成员之子 也有没办法在高中脱颖而出的 例如2023届球员瑞艾伦三世就差点意思 这位身高61寸185公分的得分后卫 场均可以得到9.7分5.3篮板1.3助攻的数据 球队教练还是他老爸 这种表现没能为其赢得大量D1名校的注意 最终选择加盟D1中等水平学校 罗德岛大学 在这方面和雷阿伦有点同病相连的是麦迪 他的儿子雷曼是2024届球员 并没有进入全美排名 而从身材和球技上看 与高中时期的麦迪差了很远 这位身高64寸193公分的后卫 下赛季将会加盟名校IMG 小麦迪身高都比他们老爸矮了不少 这也被普遍认为 是被他们的母亲拖了后腿 毕竟麦迪的妻子和雷阿伦的妻子长得都不高 而布朗尼比詹姆斯矮了多半头 也被认为是同样的原因 当然也有新二代发现篮球之路走不通而换赛道的 例如NBA扣篮王内特罗宾逊之子 南米尔·罗伯森 高中时双开篮球和橄榄球 毕业后选择了去克罗拉多大学打橄榄球 位置是四分位 小罗宾逊和他老爸官方身高一样 都是59寸175公分 如果挑战大学篮球和职业篮球 确实需要很大勇气 而且难度更大 其实严格的来说 小罗宾逊是球星三代 他的爷爷就是职业橄榄球运动员 而他的父亲内特罗宾逊 虽然身材不高 但是个运动天才 不仅身体对抗强悍 动态天赋出众 还擅长多项体育运动 高中时三开篮球 橄榄球和田径 而上了大学之后 内特最先接受的是 华盛顿大学的橄榄球奖学金 在打了一个赛季的橄榄球之后 才转去打篮球 接着在大学打了三年篮球之后 于2005年参加选秀 并在一轮21顺位被太阳队选中 进入NBA之后 内特罗宾逊打出了 远超人们预期的职业生涯 在联盟效力11个赛季 留下了6807分 1446个篮板 和1826次助攻的数据 并三夺NBA扣篮王的荣誉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